作词 李宗盛 透过窗帘的遮挡 静静欣赏 滤镜中湖光 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 需要懂得调色不光 我想手牵手 站在你的身旁 看穿时间说的谎 拆掉阻挡在思维里的墙 就像我们的心灵一样 需要直到保持清爽 拥挤的街巷 时光匆忙 影子摇晃 路灯微亮 故事才刚刚开始 我们的小日子还长 想一起牵手去远方 他说他到门口了 你是不是看见他了 买单 来了来了 你不是大人了吗 我出发 我出发 我是大人 他在天欣赏 是大人 我交给你 我回来 你不是大人 看过来 你不是厨害了吗 我看过来 我对他 你不是大人 看过来 高夏金 你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 高夏金 朱总 你怎么来这儿了 我还想问你呢 你怎么在这儿 是这样的 咪咪发情了 我带她来医院做个绝育 住两天院了 我今天来接她回家 你好 我是咪咪的家长 麻烦你帮我看一下 咪咪恢复得怎么样了 前天做手术的对吧 对 我帮您查一下 好啊 是段医生做手术的那只咪咪吗 对对对 是的 麻烦你看一下 她如果恢复好的话呢 你就帮她收拾一下东西 我今天带她回家 好 您稍等一下 谢谢 真是巧啊 朱总 在这儿碰见你了 你今天开车来的吗 是啊 那太好了 你知道的 有很多司机 是不愿意让小猫咪坐后坐 咪咪现在这个情况 我又不忍心 把她放在后备箱 不知道方不方便 带您个便车回去 好 今天不方便 也是 你现在正在停职调查中 不好给你添麻烦 怕影响不好 再说 你前妻也会不高兴的 还是要避嫌好 那就不麻烦你了 我进去看看咪咪 再见啊 对 莫莫 人呢 你刚跑那么快都没追上 不是追不追得上 是我还不确定 什么不确定 我见着高夏经的 你看 那你现在怎么想 我肯定是怀疑她 但是你知道吗 她刚才对我的那番解释 真叫一个天衣无缝啊 那些话 所有的语气 节奏 合情合理 她还说要坐我的车回家呢 肯定是 就没有那么巧的事 你想想 你刚刚坐在窗边 她站在对面的天桥上 肯定能看见你 也应该看见我了 她多精啊 她一眼就能认出来 你是鱼儿 我是猎人 所以转身就走 拒绝见面 有这么恐怖吗 你就认定是她呀 朱青草 你把高夏经想得太美好了 是 莫领 我承认 我同行她 你想啊 一个女人独自带个娃 在这大城市里打拼 多不容易啊 我真的想象不到 如果她就是失眠的疾风 那得多可怕啊 你太不懂女人了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没忘记 自己的身份 责任 不管是失眠的疾风 还是高夏经 就算是高夏经 加失眠的疾风 本来都不会伤害到你半分 更不会伤害到我 喂 你好 好的 好的 我马上过来 我有事先走了 开车送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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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生 您好 请问什么可以帮到您 我问一下 你们这个 见过这只猫吗 就是这个小区的 叫咪咪的 你看一下 这个咪咪 是咱们小区高女士养的那只 对对对 怎么了 我想问一下 她这个绝育手术 是在你们这儿做的吗 是的 高女士前几天 刚带过来做绝育手术 规复还挺好呢 谁啊 朱总 有事吗 有件事要问你 那进来说吧 什么事 坐 我见过高雅清了 你听听这个 咪咪的决育手术 在哪儿做的 西蒙宠物医院啊 咱们那天不是见过吗 你确定啊 当然 那这个怎么解释 咪咪的决育手术 我去小区门口的 艾宝宠物医院问过了 咪咪的决育手术 是在她家做的 所以 你那天去咖啡馆 是要去找我的 对吗 我承认 咪咪的决育手术 是在咱们小区门口的 艾宝宠物医院做的 艾宠物医院做的 咪咪的决育手术 那天 阿龙桥在咖啡馆 放到你 还有顾莫莉 对不起 当时我跟你撒谎了 但我只是 不想卷入你和顾莫莉 之间的事情 仅此而已 所以你就是 失眠的疾风 对吗 什么是失眠的疾风 你敢不敢给我看看 你的手机 我想看看 你手机软件里的用户名 你就这么不信任我 是 好 给 有吗 有吗 有你想找的用户名 有你想找的失眠疾风吗 你也知道 我是一个单亲妈妈 我每天又要忙工作 要忙孩子 不可开交的 我哪有时间玩游戏 可是 我跟你说过 我跟失眠的疾风 是在游戏上认识的 你平时打游戏的那部手机 跟哪儿啊 藏起来 你为什么要逼我扯人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在接手房 不开门 为什么要在公共号上 赞助你去表演 为什么要在中秋夜的时候 给莫莉发那种匿名信息 为什么 就是为了不让我们一家三口见面 你明知道可可不能吃冰淇淋的 为什么要让他吃那么多冰淇淋 你到底想干嘛 你存在什么心 你们已经离婚了 你为什么还处处向着顾莫莉 是我离婚了 我离婚了顾莫莉也是我前妻 那是我家人 我离婚了可可永远是我孩子 你用这种阴毒的手段来对他们 你觉得我会不管吗 高小金 我自认为我从来没有做过 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吧 朱青草 你真的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因为我喜欢你 我把健身房的照片发到网上 是因为有人要污蔑你 我想为你发声 中秋节那一天 可可吃了我做的冰淇淋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想过要告诉你 但是我害怕 我害怕你误会我 我害怕顾莫莉会找我的麻烦 我也承认 网上的匿名短信也是我发的 但是 我就是想让顾莫莉明白 我想让她明白 谁才是真正适合你的 真正爱你的人 你明明这么好 你这么优秀 可是她一点都不珍惜 她还不放手 我想让她死心 但自始至终我都没有跟你隐瞒过 但自始至终我都没有跟你隐瞒过 我心里只有莫莉一个人 我只爱她 你难道 从来就没有一点点喜欢过我吗 过去没有 现在没有 将来更不可能有 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 可是我习惯你 哪怕你不在乎我 我也会担心你 处处维护你 我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我对你的感情 可你把我当作什么 破坏你感情的第三者 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坏女人 那你为什么一次次地帮我 一次次在我需要的时候给我温暖 为什么 我不相信 成年的男女之间会有蠢友谊 你只是不敢承认你喜欢我对不对 别说了 你不要用你这种荒谬的逻辑来绑架我好不好 你这样说话让我觉得很恶心 恶心 你你现在觉得我恶心 你凭什么站在你的道德制高 你让你羞辱我 你凭什么站在你的道德制高面上 你羞辱我 我也是一个女人 那你们为什么要理会 好过人的故事呢 如果你们彼此信任的话 你们的婚姻 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样子 我跟顾莫莉之间的感情 再怎么样 再不堪 也轮不着你这个外人 在这里说三道死 他们是我家人 一辈子都是 你再敢用这种龌龊的手 当人对他们 绝不放过你 你再敢用这种龌尽 隶遭 这生命的なく 听完了 怎么不说话了 我说什么 这段时间 因为高夏静 我们之间产生了误会 但你也听到了 无论是高夏静 还是失眠的季风 我都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情 这里面高夏静有一句话说得没错 如果我们之间没有嫌隙 百分之百地信任对方 就算有一百个高夏静 出来兴风作浪 也不能拆散我们 同样的意思 我之前跟你说过你记得吧 也该高夏静不说 约网友见面的人是你 给我手机里按定位的也是你 我承认我做错了 从今天起 我会好好反思我们之间的问题 我真的会改 你给我个机会好不好 这件事我也有错 我不应该怀疑你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也经常反思自己 反思我们这段关系 我们彼此都拼尽全力了 为了我们的事 为什么还是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们怀疑过对方 伤害过对方 向对方亮过爪子 暴露出自己最不堪的那一面 现在我们俩都是浑身伤痕累累 好累啊 好累啊 我后悔去金山 原来距离得拉远了 真的容易产生误会 就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我想从金山调回来 我们重新开始 好不好 你在金山挺好的 距离让我们产生了问题 距离也会让我们彼此冷静 我们都好好想想吧 那些在咖啡厅地铁站 公园长椅上 假装工作的中年人 他们最怕的 他们最怕的 不是同事的嘲笑 不是朋友的冷漠 而是没有勇气告诉家里人 自己失业 因为把痛苦分享给家人 得到的 得到的 只会是双倍的痛苦 所以他们只能忍着 撑不下去 也得硬撑 但当有一天 你发现 你发现一直和你风雨同行的 那个人 因为你撑不住伞 被雨淋湿的时候 他有可能弃你不去 你又会做何感想 你还忍得下去吗 谁啊 谁啊 王姐 该交房租了 你这电话不接 微信不回 到底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啊王姐 我不是故意不回你 这两天实在是太忙了 您能不能再给我 一周的时间 我下周一定给你 不用了 你也不容易 我呢 也不愿意三天两头地 上门吹房租 这搞得好像我欺负你们 过儿挂母似的 这样吧 收拾一下东西 下周请啊 搬走 王姐 您一直对我们娘俩特别照顾 我很感激您 就一周行吗 让我再想想办法 您看啊 孩子的幼儿园就在这附近 我如果马上搬家的话 可能连学都没法上了 这真的不关我的事啊 你都已经拖欠了 半个月的房租了 行 这钱啊 我不要了 算是对你们人之一尽了吧 您啊 赶紧收拾收拾 快点搬 我呢 下周啊 找人来换门锁 就这样啊 王姐 王姐 来 医生 是不是有什么坏消息啊 你要跟我说实话 不算坏消息 年纪轻轻的别瞎想 良性囊肿 以后注意饮食 定期复查 复查 这么说 我先不用死啊 什么死不死的 孕激素是会影响囊肿 但是现在医学已经非常发达了 这一点你不需要过度的担忧 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就好了 当妈的人了 一定要首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早睡早起 一定要戒酒 好吧 不用担心 新生命的到来总是好的 恭喜你 医生 什么意思啊 你怀孕了 你怀孕了 成长的理由 没有人轻易在头 总是希望时间倒流 挫折退后 最初的所得 能够一直在守 甜美的时刻 可以始终不走 幸福的尽头 总有人先伸出手 给 总是想要先到上游 在座挽留 苛责的背后 是一种一种 她说你今天会来医院 我就过来了 你别怕 现在医学那么发达 你又那么年轻 一定能治好的 不许可和着 来成名字 有酒 足够的自由 梦中适中的理石酒 不惜用担忧 只表达内心怀 我爱素酒 勇敢的温柔 抚平在眼的伤口 我估計易佰 一個看著 就算什麼 這是我 你这房子挺不错的嘛 这挺舒服的 行啊 也是的 没有你这样 大半夜的给我打电话要什么抚养费 没见过你这样 我听说你们那个直播的网红 不都挺赚钱的吗 赚钱特快 我还打算让你接级接级我呢 怎么还跟我要钱呢 行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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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摆这个臭脸 不是要钱吗 他说叔叔啊 他有钱呢 姚小冬 你要不要脸 我要的是抚养费 你又给我购物卡 购物卡怎么了 购物卡不是钱 购物卡给你买东西吧 你不想买东西 你把它卖给那个收卡的 是不是也能变现 不都是钱吗 我告诉你啊 你别这么跟我说话 现在是你跟我要钱 我给你钱 明白吗 你信不信你这个样子 我可以去法院起诉你 不是 你赶紧去 我就等这天了 就你这点破事来回来去的 我早烦了 还有啊 我提醒你啊 下回别再三个卖页的给我打电话 我太太会不高兴的 你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不适合这种中油中米 bén 我现在这个阶段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刘刘 你必须站住起来 你现在还年轻 积极配合治疗 一定有希望的 还有啊 好的情绪呢 是治疗癌症 最好的药物 我不是瞎说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你现在情绪上有波动 我能理解 我想好了 如果国内治不好的话 我们可以去国外 我刚才给我国外 做医生的朋友 也打了电话 我们随时可以出发 费用呢 你也不用担心 我会帮你一起分担 你为什么要帮我分呢 咱俩现在什么关系 朋友 男女朋友 前男女朋友 你可怜我 不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 和你一起面对 孟林萧 我没得癌症 只是良性当中而已 我今天吃火锅呢 就想庆祝一下 七行 谢谢你知道我生命以后 还跑来关心我 我吃饱了 今天这对 必须你请 你选择比我 我 Agriculture 我 你 才没得到 你 想 你 我 我 那 你 知道 我 有 你 我 可以 我 我 你 我 不是 我 你能让我挣到钱吗 我需要钱 很多很多钱 这是我强项啊 实不相瞒 因为朱镜草 也拜你所赐 我不得不离开 金英职购公司 可我早就想单飞了 因为他们的赚钱办法 实在是太老套了 童年马右 我才能成为千万富翁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 能够发大财的合作伙伴 我觉得你是一个 非常合适的人选 说简单点 怎么能让我尽快赚到钱 按我说的做 半年 让你赚五十万 你别忽悠我 我不是小孩 我急需养家糊口 这么说吧 因为绯闻 你的实时粉丝量 已经达到了二十万家 妥妥地网护 但你要懂得 流量的最终目的 就是变现 如何变现 带货 行了 你把八字取了 方案我已经制定好了 咱们两个 五五分成 如果半年之内 你赚不到五十万 我私人付给你 可是直播带货啊 需要保持粉丝量 怎么保持粉丝量呢 就得把你的绯闻 继续炒作下去 如果你同意的话 我可以先付给你 百分之十的定金 成交 别着急 跟我合作啊 我也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这个人呢 从来都不白吃亏 得罪我的人 有仇必报 所以麻烦你 也帮我坐个车 你 是吗 高夏静 据你主动反映 上次调查会 由于你被人胁迫 导致所述并非实情 所以今天我们再次 召开调查会 希望你实话实说 各位领导 对不起 上次没能说出实情 不是我的本意 作为一个胆禽妈妈 我被朱进草明确告知 她已经离婚 并且 我一直被她 无微不至地照顾着 渐渐对她产生清心 和爱慕 我真心想跟她在一起 但是我发现 我渐渐被她精神控制着 她已经严重地 影响到我的生活 不是 你胡说什么 那叫事情 坐下 坐下 不要打断别人说话 继续 朱镜草跟我说 只要帮他扳倒 他的竞争对手刘志 帮他解决眼前的危机 他就可以跟我领结婚证 所以当时 我违背了自己的心愿 编造出刘志先生 收受贿赂的假话 刘志先生 对不起 刘志先生 各位领导 我不知道高夏金 今天处于什么样的目的 要在这里这样地诬陷我 但是已经有证据 证明刘志他收受贿赂 我相信我们调查组 可以还我一个清白 我再说一遍 那些证据 都是伪造的 我相信各位领导 也能还我一个清白 有些话呀 高夏金女士不好意思讲 朱镜曹跟高夏金恋爱期间 高女士把他们两个的恋爱过程 全部写在了他的公众号脑中 他俩到底是什么关系 大家看一眼就明白了 我公众号上的每一篇文章 都有精准的发布时间 我们曾经那么相爱 我也不可能再那么早 就预测到我和朱镜曹 会有对博工厂的这一天 更不可能在很久以前 就计划好了要诬陷他 写出那些真情实感的文章来 公众号就是证据 我不后悔 因为那都是事实 周金曹 你欺骗了我的感情 王莉 我看见网上的热搜了 我没想到高夏金能颠倒黑白 真的刷新了我的认知 这个给你 你为了这事还特地跑过来 谢谢 你别说那么多了 你赶紧上去把录音一放 高夏金就能原形毕露 去啊 你还愣着干嘛 我不想这么做 什么意思啊 你知道现在的网络暴力 有多可怕 都是看热闹不前事 大大吃瓜群众 我不想淌这趟浑水了 我不想跟一个女人 在那里撕来撕去的 让人笑话 我觉得很丢人 你是不想跟女人 撕来撕去 还是不想跟高夏金 撕来撕去 周青草 你还在可怜她是吗 我没可怜她 我可怜她孩子 果果才五岁啊 这事如果闹大了 闹得沸沸扬扬的 说来说去 你还是心疼高夏金 你看着我 你敢说你从来就没有 对高夏金动过心 没有过非分之想吗 从来没有 滚才行 我明白 我说好吗 我仔细想过 以前在生活当中 在工作当中 确实跟她有过一些接触 我也帮助过她 可能正因为如此 让她对我产生了一些误解 是 她后面也做了很多 出格的事 但这并不能成为 我报复她的理由 行了 你不用说了 我不想听了 莫莉 你不要那么激动 你冷静一点 我冷静不了 我今天如果把这个录音 就公开了 高夏金跟她的孩子就完了 这叫以恶成恶 我不想这样 她今天的行为 非常反常 我觉得一定是另有隐情 你相信我 我能处理好这件事 你多高尚呀 我今天来就是读语 我儿子能够介绍一下 我长官 不是 他们说 明确实 没有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知道你可能觉得你受了委屈 觉得冤枉 但是你跟高夏经这个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 的确给公司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如果公司开除你呢 可能对你的未来职业生涯会有影响 不是 我没听懂您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呢 建议你主动离职 这算什么 各大五十大板呢 我是受害者 受害者 公司不管谁是受害者 公司指认这件事 对公司造成的不良影响 这是事实吧 我个人呢 是想保你的 但是能力有限 这是劝退喊 别让我为难 我给公司卖命十年了 我理解 我给公司卖命十年了 你告诉他们 普华酒店想要十副严厉老师的话 这根本不可能 三副以内我来协调 行 那我就这样给他们回话 好 谢谢 你要是没什么急事 能不能晚点再说啊 我现在忙得跟八爪鱼一样 我这就是急事 有笔业务十万火急 请你马上过来 你还能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业务 我今天的日程表上 还有二十件事没完成呢 把你那二十件小破实现放放 限你二十分钟内道 保证你不亏 顾莫领 平时你可以瞧不起我 但在谈业务时 我是你甲方爸爸 注意态度 你不亏我 你不亏我 如果你的业务 不能让我赚到一个亿 你试试 好了 吃吧 调回来了 嗯 犯错误了 我自己申请的 觉得离家太远了 升迁了吗 赔掉 什么互联网大厂啊 就是一个不稳定的私企 一会儿猫 一会儿狗 由他们瞎折腾 行了 你就吃你的饭吧 那孩子调回来不是个好事吗 你看我儿子在金山都饿瘦了 儿子你多吃点 妈再给你盛 你回来妈高兴 成长的理由 没有人情意猜透 总是希望时间倒流 挫着退后 最初的所得 能够一直在守 甜美的时刻 可以始终不走 幸福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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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有人献上出手 总是想要 陷到上游 再做挽留 可责的背后 是另一种温柔 只是不符合 想象中的拥有 不许靠放手 来证明自己拥有 足够的自由 满足成长的许久 满足成长的许久 不惜用担忧 只表达内心的诉求 勇敢的温柔 抚平洒眼的伤口 不许用伺候 来作为深爱的借口 真实的感受 愿与彼此的温柔 不许用泪流 来结束此刻的愧疚 告别的挽留 早已忘窗口 就没有想到 我去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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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 走 我去拥有